恶物戰爭何時結束仍是個未知數 鴻海內部進行風險評估 推敲出三種可能情境 短期落目擊率為70% 整體事件將在4月底前結束 全球風險情緒將降溫 黃金原油等原物料 與戰事美元指數都將同步回落 全球股市則會反彈15% 而鴻海的因應方案是 事業單位暫時少備料 等待原物料價格回落再積極備料 而財務單位逢高買進美元 投資單位則趁股市下跌 投資好的公司標的 假如是長期抗爭 鴻海表示 內部除了留意客戶長期需求 下降的可能性 還要建立長期美元部位 省慎且減少投資 也有可能會導致成一些 比如說像一些 半導體需要用到的一些 特殊系列的部分 也會產生報價持續上漲的一個走勢 那這一塊來講 當然對於上游的一個 金元代工等等 或者是IC設計 當然也都會產生影響 那斷面的問題來講的話 也會持續 那對於整體的定制股 當然產生影響也是會有 因為整個需求面 還是多少會受到影響 而一旦歐美參戰 到時全球風險情緒將高漲 全球陷入經濟窒息 股市雪崩等情況 但預估發生機率較低 僅為5% 鴻海分析 最極端惡劣情況是高通膨 高利率 美元大漲和實體經濟衰退 只有少數能源和原料出口國受惠 如巴西 歐洲製造業出口國 如美國 台灣也將受惠 但多數國家都會成為受害國 新唐人亞太電視 至於高中輪 周庭予 台灣台北 採訪報導